嗨,大家好,我是漆二娃 一个孩子心的女儿 因为我的灶出了点小问题 所以说最近都没在做菜的视频的 然后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逛一哈 走 因为路程有点远 所以说我就骑我的电瓶程 啊,我戴好头盔了哈 哼哼,走 你们看嘛,这个路 以前的路都是光光神神的 现在的路都是斩满了炒菜 现在我要去的地方是我小的时候读书的地方 我小学读了两个学校 嗯,当时是因为就是我 呃,最早以前读的那个学校 然后没有干了,所以说我就转小了 转的长三七度了 但是现在的话我要走我小时候就是增加 我读书的地方去看看 可能现在都已经荒废了 但是我还是想去看一看 我现在走到这儿了 哇,满满的回忆 我带大家看一哈 以前我有一个发的很好的朋友 这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写的字 嗯,你看嘛 就是我们两个会约到一路 几读书 就是拿个行道就在这儿等 如果等了还没的人的话 我们就会在这上面写 嗯,什么什么我走了 然后呢,有很多字已经看不清楚了 但是 哇,保存了好多年呃 我读小学的时候才几岁哦 呃,七八岁八九岁是吧 我现在都马上快二十一岁了 哇,十多年了,我的天呐 其实 还是很多感触的 因为 小时候的回忆嘛 咋,继续出发 你们看嘛 我走过来一路到头是这种路 而且我穿得笨孩子 我现在过都过不及 啊 没办法 孩子整楼啊都要走 以前就是在这儿是有一个 小卖部的 但是现在已经没得了 可能退下了 呃,就是开一个那种小窗口卖东西呢 以前我没得钱的 但是我很想吃香东西 然后我就挂赞 呃,没得钱的就喊妈了会儿来还 哈哈 好搞笑哦 呃,现在已经没得了 然后我走下一个地方去 哇,这个桂花好香哦 八月桂花香 真好闻 婆婆,走正家咋子走哦 正家 啊 你走正家咋喽 傅家餐 就是往右走嘛一只 啊,这个地方走 啊,好,要得 好,谢谢 因为我以前去读书都是走的小路 呃,小时候我五岁半读了一年级 然后 呃,我妈送我几个机会过 就是我自己每天走路去读书的 而且 要走黑酒要走起码 呃,40分钟左右 哇,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佩服 我自己要那么小 就一个人去读书 真的不害怕找拐机跑啊 呃,现在的话我已经问清楚了 咋子走了 就是一直往右走 走,出发 我的天啊,简直大啊,简直大啊,简直大啊 我都认不出来,这是我以前 以前经常读书走的地方啊,简直就是 变了 好很多新房子啊,以前的老房子全部不在啊 这十多年 十多年没有来看,真的是 这种快找不到啊 我刚刚问了哈村民,他们说是这样 哇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已经重新修啊了 以前的八字的话 不是草地,晓得不 现在都已经 嗯,看嘛,重新修啊一哈了 里面还有小玩儿在读书 我来给我的小学喝个饮 耶 好,我现在走下一个地方了 走我 嗯 转学级的小学在长山 路都是泥巴路 看嘛,现在呢,全是这里路了 啊,我们农村发展的越来越好喽 刚刚这个货车师傅 喊我大姐 喊我大姐问路 好气 不能气,不能气 然后我就没跟他说,因为我也不晓得 我到了 你们看嘛,现在都是 整个这种了呀 就啥卡进入了呀 卡里面有什么形式 就让他们都抖了 好高级哦 你看里面的小玩儿好多 来给我的第二个小学喝个饮 耶 好 看一看了,现在就下一个地方去 走我度初中的地方去 去看一哈嘛 这是我度初中的地方 现在也是刷卡了 看一哈,禅山证初级中学校 来,给我的初中也喝个饮 耶 然后我的高中是在云选读的 我读的是自高,我学的是学前教育 然后,毕业,那个时候我 才16岁 就毕业了 因为我是五岁半读的一年级嘛 然后,所以说就比其他 嗯,班上的同学就更小 毕业过后我就 嗯,当老师 后面我就 嗯,不如了这个 自媒体 然后我也会好好的住的 反正今天 就小学级了,然后初中也来了 说实话挺感触的 嗯,因为 毕竟是我乘转的地方 我也很感谢我妈老孩 就是给我生命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美好哟 然后现在我们的农村也 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肯定以后会更好呢 然后我觉得我回到农村来也是 我觉得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拜拜